当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到的时候 学校又会是什么呢 学校在整个教育的整个场景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那么其中有两个空间和场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呢就是北京周边有一个寺叫龙泉寺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在龙泉寺呢这所寺院特别有意思 一般的寺庙呢都是闭门修行的 只有龙泉寺它的办事理念呢叫什么呢 叫开门办事 无论你是不是佛教徒 你都可以到龙泉寺里面做一天两天的短暂修行 而且呢龙泉寺它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人 叫贤二对吗 大家有时候可以订阅它的微信公众号 贤二还可以跟你一些简短的一个对话 我想哎 这个寺院都可以办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寺院 学校能不能办成一个开放的学校呢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 然后在一二年的时候我又去走访了斯坦福大学 去过斯坦福大学的人都知道 斯坦福大学是没有校门的 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这样一个牌子 斯坦福大学最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是它的老师 嗯他们的老师呢很多时候都是三重身份 一重身份当然是学校里的老师呢 对吧还有一种身份它是一些创业公司的一些天使投资人 另外一些身份呢就是一些大公司的一些高管 这三种身份在老师身上有那么完美的一些结合 他把学校里的一些产学研的一些结果用到他的公司里来验证 回过头来呢又把验证的结果 总结出理论在大学上和大家分享 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办一所这样的一些学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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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